小巧迷你的流線型機身 飛過天空 日本第一架商務噴射機 20號終於抵台 紅白相近的機身外型 提早一天飛抵台灣 停在松基停機坪 飛行速度每小時可達777公里 輕量化材質的機身 不只造價低 油耗也較省 不過日本汽車大廠 跨足飛機業搶市場 本田已經不是第一例 另一家老字號三菱 也早在十多年前就搶先插機 推出的噴射客機 低噪音速度快 再加上複合材料打造的機體 機艙寬敞 去年底成功試飛後 預計2018年交機 未來市占率上看27% 日本的航太產業 其實相對最弱的一環 就是自製飛機的一個能力 有意要像歐美的 這些既有的航太公司 比如說像波音 像空八這種是大型的 分這個市場 再把既有的彎流客機 三者比一比 轟搭J可承載6人 比MRJ的76人和彎流14人 都還要少 雖然1.4億台幣的造價 勝過其他兩家 但轟搭J主攻私人飛機 市場的特性 還是有些區隔 看好商務客發展潛力 日本汽車品牌跨足 航空業再批新戰場 記者 劉昂武登麗 台報道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